我今次的主題很特別 就是神說萬物都屬於我們 有些人聽到是不是萬物都屬於我們 稍後我會給大家看看那些經文 萬物屬於我們 我們都屬於所有基督徒 就是萬物都屬於基督徒 而我們都屬於其他基督徒 是祝福其他基督徒 叫我們可以成為神的祝福 第一就是神將天國一切都賜給我們 叫我們能夠建立教會 就是神的子民 這個經文就是 其實我看了很多次 但是有一天我聽到這個經文 忽然間 噔一聲 為什麼會這樣 大家一起讀一下 《光臨多前書3章22節》 這個經文很特別 他說寶羅我 我是宣教士 是屬於你 有些人說 有沒有搞錯 寶羅在他之下 屬於的意思 不是代表我們好像寶羅任他指派 就是說寶羅也是祝福他們的 就是在神的祝福裏面包括寶羅 我們都是受寶羅的祝福 他所寫的書信 他的見證是影響我們的 寶羅也是屬於我們的 不是我擁有寶羅 是寶羅的禮物 我們也收到的 阿波羅是當時的 加拉太教會的牧師 基法就是彼得 連基法 基法就是彼得 彼得是十二事圖之一 或者是世界 整個世界 或者是生或者死 生死權都在你們手中 因為神是有生死權 祂將這個生死賜給我們 我們有生命 雖然我們會死亡 但是我們有生命 還有現在的事 還有將來的事 將來發生的事 全是你們 哇 我們有時覺得 是不是真的 現今的事 包括現在所有的事 這個世界發生的事 都跟我們有關係 我們都是一份子 這個會祝福我們的 還有將來的事 就是這個世界 將來發生的事 都跟我們有關係 這個經文去想的時候 你真是說 哇 是什麼意思呢 然後呢 這些一切屬於我們 我們又屬於基督 即是說 這個是我們 我們屬於基督 基督又屬於神 即是在天國裡面 所有的人 不是單獨存在 所有的人 都是屬於神 而所有的事情 人和人 都是屬於基督徒 即是我們擁有很多很多的 我們擁有很多的資源 即是保羅的恩典 其實在我們身上 臨在我們身上 這個世界很多的東西 是為了基督徒而設的 是讓我們得到祝福的 我們生或者死 這些事發生 其實也祝福我們 我們有生命 也有死亡 我們知道生命要過去 幫助我們放手 還有這個現今發生一切的事 有些人 哇 這麼多不好的事發生 對我們有什麼益處呢 這些事叫我們更加倚靠神 更加說 有神掌管我不怕死 也叫我們勇敢 在這些事情上得勝 這個經文所說的 真是說 原來一切 這個世界一切 都為我們而設 當然 不是每一樣有直接關係 不是全部有直接關係 但是整體上 這些一切的安排 都是為了基督徒什麼呢 不是為了基督徒安殊 只是基督徒可以享受 有很多錢 而是基督徒的生命 可以提升到一個高的層次 所以如果你知道 原來這麼多事情 都是為了我們 我們可以很高度的提升 這個是另外一個圖 就是講到 保羅、阿波羅 這些一切的事 一切都是神送給我們的 來祝福我們 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 就可以領受了 如果不親近神 就不能領受 為什麼呢 有很多人信耶穌 他一樣吵架 一樣不開心 一樣煩惱 一樣是抑鬱 他是得不到這些好處 明明神給了他 但是他不能得到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觸實這些恩典 當他聽說 親近神 遵從神 他就得到了 那麼 我們領受的祝福 都是為了祝福眾聖徒 我們都是屬於別人 我又屬於你 你又屬於我 我可以在你生命中有祝福 你也在我生命中有祝福 你的見證 你的生命 都可以祝福我們 整個世界的基督徒 是在互相祝福的 越聽神的話的人 就越祝福人 很明顯 那些不聽話的基督徒 他真的不是祝福人 有時候是半島人 他沒有做到神 所吩咐他做的事 而天國的原則 原來是什麼呢 是互相祝福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為別人的 不只是為自己的 而另一個經文 告訴我們 神將萬物給我們一起讀 羅馬書八章三十二節 神記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也罰 萬物和他同伯伯的刺客 我們嗎 即是如果把兒子都給我們 萬物都給我們 所有一切都給我們 萬物包括什麼 我們一起讀 喜樂 力量 欣慈 智 智慧 健康 供應 資源 機會去發揮生命 愛主的人 教會 今生和來生 賞賜 永生 這些幾個其中一部分 即是神就給我們 有喜樂 有力量 有欣慈 沒有人能夠爛了 沒有人能夠搶走這些欣典 是神為我們預備的 我們都有智慧 有健康 神給我們供應 能夠去發揮生命 我感謝神了 福興宣教士功 得到的供應 可以祝福很多的教會 祝福我們的宣教是神的恩典 我們有資源 有機會發揮 其實我們有很多訓練 是可以發揮的 譬如我帶他們去 如何親近神 這個禮拜 你都可以學習 我們每一次操練 你可以學習 當你操練多的時候 你都可以幫助別人 我想鼓勵大家 將來你都可以帶領聚會 我只是想我自己帶領 將來你能夠帶領 將來有人帶領得很好的時候 我帶領的時候 我就會叫你一起做 給予機會發揮 就是你首先在這裡做好 並且我們有愛主的人 和教會都是我們的祝福 還有今生來生的賞賜 這真是神給我們很大的恩典 還有永生 還有神為愛祂的人預備 你想也想不到 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 聽見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是你想也想不到的 以往可能有很多問題 很多不開心 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處理這些問題 以及親近神 遵從神 而得到這些恩典 另外的經文也提到 原來所有的侍奉人員 都是為了裝備我們 建立我們、訓練我們 以弗所書四章十一節一起讀 他所知的有仕途有先知有傳呼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 為了承傳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原來聖經講到 仕途、仕知、傳呼音、牧師、教師 不是他們全做了侍奉 是他們承傳 原來這個字 希列文查2677 Greek G-R-E-E-K 意思是甚麼呢 預備、裝備、訓練 叫他成為完整的 原來牧師、教師是為了訓練我們 叫我們成為完整的聖徒 然後各盡其職 不是只有牧師做了 是每個人一起做 來建立基督的身體 所以這個責任 不只是在牧師身上 是在所有人身上 你願意走神的路 你就成為神的計劃一個部分 你就能夠祝福人 你的生命也蒙福 你越祝福人 你的生命越蒙福 你越祝福人 你的生命越蒙福 油和其中充滿世界 住在其間無人 Fields 神又給我們 所以一切都是給我們的 該所有的尊大能力 榮耀 強盛 威炎都是他 얻 regard 終身上、地下都有 神也有 thumbs up 祝福人仍很害怕災難 痛苦 大災難要大得往 襲 Bronze 但這裡說神一切都在祂手中 所以我來說,我不怕大災難 反而我想看看大災難中的神跡歧視 神做的工作 我想看看這兩個見證人 我想看看天上飛的三個天使 我想看看基督徒如何依靠耶穌可以得力 在那時候不用買東西吃,可以有食物 怎樣可以有這個存在 我不知道,但到時我會發現 因為我深信神是掌管一切 但有些人,我跟他們說,聖經是支持災後被提 聖經是很清楚的 在我網上也有很多說 但他們不肯相信 他們說,這些不是人能夠忍受到的痛苦 但聖經說了,基督徒得性 是因羔羊的血和我們所見證的道 我們是可以得性的,不是書像的 然後第十二節說到 豐富尊榮都從神而來 你亦自理萬事,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強盛都屬於你 神可以使你尊大強盛 我是想興起你們成為基督徵兵 我亦開了一個群組 想大家做功課去訓練 是一定要做功課的 其實我經常都做功課 每一篇道 當我看完這個經文之後 我想了很久,思想了很久 為何寶萊是屬於我們 生死、現今事、將來事屬於我們 我一直想了很久 用聖經去思考 亦找其他經文 我不是好像停了班 我不是有所有的真理在 而是我一直在聖經發掘真理 我都希望大家願意用努力 走神的路 因為聖經說到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都跑 但我們只有一天得獎賞 我們都要這樣跑 叫我們得著獎賞 好了 神的計劃這麼好 但很多基督徒就不是 他就覺得自己很慘 他就只是關心自己 結果是 所有預備的恩典 全部不能夠來到他身上 好像很簡單 你思想一下 李嘉誠的兒子 假設沒有這種情況 他就窮得窮 他就完全是一個假設 爸爸這麼豐富 但他自己窮得窮 這是不合理的 我們的神這麼偉大 為甚麼我們會這麼苦呢 神叫我們成為王子公主 我一起宣告 我是王子公主 一起說 我是王子公主 我是尊貴的 沒有人能夠拿走我的價值 我是非常重要的 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計劃 我進入這個計劃 生命極度的發揮 我進入這個計劃 生命極度的發揮 左邊真的是一個公主 即是一個國家的公主 右邊有些人就是這樣 浪費生命 很淒涼 很孤單 而人的本性 通常都是自私和顧自己的事 大家想想 你想多些甚麼事呢 想多些自己 還是想多些天國的事呢 事實上人的本性 不是有教導的話 多數都是想自己的事 或者自己的問題 第一是自私 這兩個小朋友欠東西吃 你的就是我的 你聽我的這句話 我的也是我的 所以所有都是我的 他以為有很多 但其實反而他更少 因為別人會不喜歡他 他更是自私的人 而另外就是專顧自己 沒有人愛我 沒有人關心我 人傷害我 我做甚麼都失敗 這樣的時候 其實他很慘 這樣的人 失去人和神的信任 這樣的人 是沒有甚麼人會信任他的 那些人覺得他 沒有甚麼力量 這個人甚麼都做不到 又不開心 自我忠心的人 是得不到這個封聖的生命 神想我們得到這個封聖的生命 好了 既然神預備這麼多 怎樣領受 這個最重要就是 怎樣領受 那麼就 其中一些錯誤的觀念 有很多人的觀念 跟這個經文相反的 就是他的生命和事奉 是和人劃清界線 這個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要改變 下面就改變了 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要顧別人的事 這是聖經所說的 不是你別人的事 分清楚 不是你 有些人說 喂 你多少歲 你多少錢 你多少錢 你甚麼時候結婚 你老公怎樣 你老婆怎樣 這些是你別人的事 聖經不是說你 是關顧別人的事 還有你們各人說 我們是屬寶狼 我們是屬基督 基督是分開的嗎 天國不是分開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體的 我們全部都是屬於基督的身體的 甚麼教會都是一體的 我們應該關心所有教會的電影社會 但不代表我有權去管理他們 但是我們應該關心他們 很多人對於生命和事奉 你不要理我 我又不理你 大家自掃門前說 所以其實現在的情況 並不是神所想的情況 現在基本上很多教會 就是完全跟其他教會是沒有聯繫的 沒有合一的 很多教會是分開的 就是很多是寧恩派 傳統教會 其實是可以全部一體的 或者有不同的路向是可以一體的 還有我理我的事奉 你理你的事奉 你不要理我的 不要幫我的 我曾經在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有一個群組 就是所有人的 有一個群組是基督徒的 我都在群組發出的訊息 我說聖經真是說災後被提的 有一個牧師就跟我說 他說為何你理人家的羊呢 我就回應他 我說這件事牽涉每一個人的 因為災難何時來 基督徒要不要面對 是我們將來要面對要預備好的 即不是基督徒是和我無關的 其實每一個人和我有關 但我不是要管理他 我不能夠管理他 但我可以影響他 這個是聖經教導 我們可以關心他 可以幫助他 所以每一個事奉 並不是單獨一個事奉 是從其他的教會是合一的 譬如說真的有人跟我說 你們有些事要改善 我們都會去聽的 如果他們跟我說 有些甚麼 譬如我講出的道理 他說這件事不合乎聖經 好吧我們討論 我會開放 我不會說我的事是我的事 你不要理我的事 我們天國是大家合一的 還有很多人就說 我的路 我們路不同 你就是聖靈的路 我就是傳統的路 那就最好分開 但其實大家應該都是合一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觀念 我們不需要清理 先能夠說萬物都是屬於我們 所有人都是屬於我們的 所有教會都屬於我們 都是大家互相祝福的 而在哥林多前書 講到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 都說他們分檔 他說你們不要分檔 你們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有些人就說 我是屬保羅 即是故事 我是跟保羅的 有些人 我跟阿波羅的牧師 我跟彼得的 我是跟基督的 就像大家分檔一樣 保羅就回答他這句話 十三節我們一起讀 基督是分開的嗎 保羅為你們釘了十字架嗎 你們是奉保羅的命受了洗嗎 即基督是否分開的 保羅是否為了你釘十字架 保羅是否救你 你是否奉保羅的命受洗 其實不是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合一 所以我們不應該分檔 不應該說我是這個路向 別人是別的路向 而我們怎樣進入這個計劃 很重要就是將身體獻上 因為不將身體獻上 不能進入 亦都得不到更多 神已經為你預備了 這些一切為我們預備 我很感謝神 神感動我當我信主之後 我真的覺得有神真是好 我就很興奮 還有我關心我當時信主的教會的人 到底是否個個都真信耶穌 我就特意早回去團契 跟他們聊天 然後遲走 跟他們聊天 送他們回家 一直跟他們走 一直跟他們聊 去幫助有些人的信仰 這是神給我的心 當我有這個心也說 神如果你想的話 我願意成為牧師去侍奉你 因為世上有太多人不認識你 神知道我的心 我感謝祂 祂就為我預備開路 讓我能夠有很多的學習 很多的供應 這個就是神預備的 你將身獻上都一樣可以的 不是每一個人做牧師 但你聽神的話 你的生命不再一樣 其實我們中間很多人 你是可以被提升的 而我給你機會提升的 我們有機會給你操練 為人祈禱 輔導人 幫助人 去領敬拜 將來有機會 我帶領聚會 你也可以參與 譬如有些情況 你可以去分享 可以怎樣提升你的分享 這樣的時候 你的生命提升了 但首先是怎樣 我們將生命獻上 身體獻上 不要跟這個世界 心而更生而變化 跟從神 你就能夠領受更多 這些神預備的一切 就可以屬於你 那些人越是不獻上生命 他越是少 他越是慘 你有沒有發覺那些人 沒有跟從神 他的生命是很不開心的 還有神一定祝福的 你愛祂 祂一定祝福 神答應了一定祝福 你愛祂 祂一定為你預備 眼睛未曾體見 你先求祂的國 和祂的義 一切加給你 聽神之道而遵守 一定有福 以耶穌為樂 神就叫你成價地的高處 即是說 神是這麼好 因為神而開心 神就叫你成價地的高處 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我們真正去救人 去拯救人的靈魂 並且堅定祂的靈命 當中有些人 是你本身有另一個教會 在這裡接受訓練 你可以回去幫助你的弟兄姊妹 如何更加愛祖 從祖得力 祂有不開心的 你關心祂幫助祂 但你不要用一個高姿態 用一個柔和的心 柔和的說話 你可以影響祂的 求祖幫助我們 你想領受更多 生命發揮 一定我們是去拯救靈魂 以及建立靈命 另一件事我們可以做 在網上有很多機會 現在有很多機會 如果你每天都親近神 你有平安有喜樂 你就會很自然作見證 那些見證在這裡說 說完你可以用手機 你開一個Gmail 你就可以開一個戶口 你就可以作見證 這也是神歡喜 而且會影響人的 有一種在心中 湧流出來想祝福人的心 我記得我初信主的時候 我真的向同學有機會說 向我家人也說 甚麼人我都說 有機會接觸我就跟別人說 坐的士我就跟別人說 打球我就跟別人說 周圍的人都知道我跟他們說呼音 但我又不是令他們不舒服 我是令他們舒服的 關心他們的 希望大家都爭取這個機會 如果你想學習 你可以問我 而我們去警戒不守規矩的人 勉勵灰心的人 輔助軟弱的人 向眾人忍耐 就是提升生命了 而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他身上 神就歡喜了 相反得罪弟兄就得罪基督 但我們做在他身上 任何一個你鼓勵他安慰他 你就做在主身上 主就歡喜了 我們侍奉都需要策略的 你不是這樣 隨便做一下 每一個人有你的恩賜 有你的財幹 有你本身很自然地想做的事 這個就是神賜給你的 這件事是神放在你心中的 你的質素 這件事就是你發揮生命的質素 譬如有些人是音樂 我小時候也很喜歡音樂 我很記得當時去荔園 有些人可能都未見過荔園 那時小時候去荔園 我即時很深刻印象 就是那個carousel 就是那些騎馬圍著圈的那些 那些音樂我很深刻印象 我小時候我已經聽到那些歌 就會感動 神已經把音樂放在我裡面 我看到我爸爸吹口琴 我家裡其實每個人都有音樂感 我看到他就叫他教我吹口琴 接著我聽到什麼音 我立刻能夠唱出來 Dore mi so so La so mi re do 即是立刻能夠唱出那個so far name 這些都是小時候養成的 其實我開始彈琴是怎樣學的呢 有個人說 有個琴是可以單手彈和弦的 單手彈主音 單手彈和弦 我去那個店裡試試 左手彈一個音 右手彈一個音 因為我懂得那個音 我懂得那首詩歌 即是什麼音 我一聽到已經知道了 譬如說 我要來 我要來天 I just came to praise the Lord Mi so so mi so la do 我就彈了 由左手跟著他彈 那時候我不懂的 不懂和弦 只是右手彈什麼和弦 就是這樣幫我開始 後來我就跟老師學習 這個也是神給我的心意 這個就是神給我的恩賜 其實音樂者我其中一部分 最重要是想救人的靈魂 我就在這方面發展 大家就看看 你在哪方面是有神給你動力的 這就是神想你發揮的地方 可能你關心人 幫助人 聆聽 探訪人 幫助人 輔助人 即是哪一方面 或者計劃 策劃 有很多東西我們都可以做的事 如果你有心的話 你就去問神 這裡看到什麼策略呢 第一 左手邊的圖就是這樣 那些字寫什麼呢 忙於教會事務 不一定是做神的工 有些人經常做很多東西在教會 不一定是做神的工 因為他做的那些 有些人經常做一些吃飯、旅行 聚集一單人去吃飯 他未必是做神的工 因為他沒有帶人去認識耶穌 我們應該做什麼呢 就是傳呼音 建立人的靈命 帶領小組去幫助人 復興人的靈命 以及策略性突破事奉 以及有直堂 這些都是神可以感動我們 帶領我們去做的 你有心去做 你告訴我 我們放在一個群組 你就試試做更多 你一定要受訓練的 你都不能夠分享 個人分享 怎能夠分享信息 這是需要訓練的 神在藥室 藥室初流沒有想到的 他被這個歌出賣 去到埃及本來失敗的 但是神有計劃 神在他身上要成全偉大的工作 神在創世紀50章20節 從前你的意思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要保存許多人的聖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他親近神的計劃 就成就了 大衛 他想起聖殿 但是神說不是你起 是你的兒子起 但是神將聖殿的樣式指示他 然後他就指示所羅門 這是在歷代至上28章11節 大衛將殿的遊郎 旁屋 虎婦 留房 內殿和詩恩所的樣式指示他兒子 所羅門 又將被聖靈感動所得的樣式 就是耶路華神殿的丸子 而所有一切是神指示他 即是大衛雖不能夠親自起聖殿 但是神賜給他這個樣式 聖殿的樣式 並且他很樂意奉獻很多的金錢 你說他是黃的很有錢 但是你留意 歷代至上22章14節 他是困難中 他是很難很難賺出這麼多錢出來的 他用方法 可能我不知道他叫什麼方法 怎樣方法能夠國家賺更多錢 那麼他有這麼多錢可以來興建聖殿 那麼那些數目有多大呢 說大到離譜 黃金是等於一萬六千億 一萬六千億港元 你都不知道那些 你都不知道那個數目大到什麼 銀就是一千八百九十九億港元 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大衛所預備的 這位博士是我認識的 我現在說一些人物 他們怎樣 真的各樣的資源去祝福他們 彭孝蓮博士 我在香港讀完方式之後 我有三年在教書 我才去外國讀聖經大學 然後讀神學 我第三年就是去彭孝蓮博士的生命中學 在那裡 他在一間基督教學校 全部老師都是基督徒 還有向學生傳呼音 建立他的靈命 在我面試的時候 我便分享自己如何改變 如何傳呼音 彭博士就說 不如你做這個 他不是即時說的 在後來 即是開學之前 老師開會後便告訴我 你將來做這個 這個初級團契就是 中一、二、三的團契負責人 那個團契有多大? 是有二百多人的 很多人參加 整個大禮堂都是那些學生回來的 那當時我做甚麼呢 我去帶領這個團契 並且我便會約他們 你有沒有人想傳呼音 那個團契應該是十點開始 我約他們七點鐘在冰頭花園 現在不是叫冰頭花園 現在叫動物、動植物園、公園 我便約他們在冰頭花園傳呼音 然後我在其中一天 午餐就帶他們茶經 是初信主的茶經班 第二個茶經班 後來再開一個就是 茶聖經的茶經班 就是我自動去做的 在我裏面是有這個心 彭考年博士他跟我說他的經歷 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曾經有一次他撞車 他撞車時他的肺崩潰 即是說他的肺跟他的胸腔脫了 脫了時的肺 我們呼吸就是這樣 胸部膨脹的氣可以進來 但他脫了 他膨脹的肺仍然是這麼小 不會膨脹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是很危險的 他就說 神 如果你救我 我就願意去侍奉神 他的感動是甚麼呢 就是輕學政績 就是用一個學校教書的方法 來傳人呼音 他當時開生命中學校 後來開會基書院 還有開這個輕學政績協會 就是幫老師去傳呼音 我就是在他的生命中學教書的 就是他有這個託父 他哪有這麼多錢 但是當他有這個託父的人 就被神感動去奉獻給他 讓他能夠興起到 這個生命中學和會基書院 和這個輕學政績協會 他現在是牧師 他已經很大年紀了 但他現在依然做牧師 做一些 並且做一些訓練 這個就是看到神如何呼召他 他就按照神給他感動 他就去做一些善 我都說一些關於彭孝蓮博士的事 你看到他做這麼大的事 你覺得他一定口才很好 但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只是說一個事實 他說話不是很好口才那種 但是神也能用他 重點就是這樣 有時候不是你怎樣夠厲害 是這個人願意的時候 神就用他 這個我自己 這個我不是誇業 我只是榮耀神 榮耀神 這個是以前的我 萬一你上天堂認不得我 那你現在先認定 因為這些頭髮都關上了 就不一樣了 其實神在我身上有策略 是神幫我的神預備 第一 十九歲信主 我就幫教友 我又熟讀聖經 很快看聖經體內看去 還有我立心做了一個傳道 在生命中學教書 然後進入後來去聖經大學和神學院 我也有這個心分辨神學 即是神學院教的 我不會立刻不照單傳授 我就去查聖經 當時我只是用了一本聖經內篇 是一本書 將聖經不同的主題 不同的詞語 列出那些經文 只是列出一點點 列出幾個字 我要揭開聖經看 當時未有電腦 我就會逐個主題去查 用了很多時間去查 我就會分辨各類的神學 到今天為止都是一樣的 在聖經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教授說 他有一次在聚會的時候 他就說 他說其實聖經是沒有 他說我研究聖經 發覺聖經不支持災前秘提 當時我是很相信災前秘提 我很驚訝 但我聽完 我就回去做功課 我真的一直看 當時我又學了希臘文 我買了一本 當時不是適用原文 是原文對英文的聖經 一直查 一直研究 現在我最後找出五點 大家上網可以看到的 五點證明是災後被提 即是基督徒需要預備 神給我這個心 就是去分辨神學 其中一個神學 神給我感動 很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平衡恩典和律法 恩典推動去遵從神 不是律法推動 很多人就是 哎呀我要做我要做 我要做 你沒有做 你做得不好 你要悔改 整天都是律法 但我就說 神說了你一做 神就歡喜 一杯涼水他都歡喜 你一悔改他就歡喜 你總之依靠耶穌 神就歡喜 你依靠耶華 等候耶華 必重生得力 所以聖經答應 就是他給很多恩典幫我們 並有一個資源 全世界都是你的 這就是恩典 我自己都審查 到底聖經 聖經有很多律法 很多警告 到底那個平衡點在哪裡呢 我們就發覺 耶穌和門徒說話的時候 他不是說 彼得你要否認我 你怎麼辦 你明天怎麼辦 你明天怎麼可以 做教會領袖 他不是這樣 他說 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業信心 你回頭以後 要堅固你的弟兄 所以 耶穌的說話 對門徒是充滿鼓勵 安慰 他對於法律錯人 他會指責 但是當 尼哥底母悔改來到他那裡 他又即時將恩典告訴他 所以聖經是充滿恩典的 總之有什麼神學 我一定會分辨 神學你不要想著 哇 好心好心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你的神學 譬如你說 神是幫我的 這個就是神學 有些人說 神不理我的 這個是他的神學 有些人 有些人相信耶穌也是這樣 神不理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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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他的神學 是錯誤的神學 其實每一個人 你的神學到底是正確還是錯誤 我們要分辨 神就讓我學結他 學彈琴 其實有些東西學 我也是 已經年紀大才學的 又讓我經歷四年充滿 又讓我托父去宣教 我未曾有機會宣教 神已經透過有先知跟我說 但我不是因為祂說的 而是我本身也想的 但當時我覺得沒有機會 他就說有一天你會去列國 祝福更多不同的國家 然後就有網上信息 這個新冠之後 我就開始網上信息更加多傳揚 還有我其實之前 已經開始廣道放在YouTube 即是未有網上信息 我已經放在YouTube 就已經把我的信息影響很多人 然後神就給我寫了一本 《輕信德性》 又送書給牧師、教牧 如果基督徒奉獻的數目 就進入了《復興宣教時公》 可以得到這本書 然後神就叫我開了《復興宣教時公》 有些基督徒看到 這個真是幫人的靈命去宣教 他們都樂以奉獻 還有網上的訓練 和興起侍奉者 這就是神給我的策略 我都追求更高層次 是現在有人想幫我去安排 怎樣去有些神學的訓練給教牧 讓他們的侍奉更加提升 希望大家都會尋求神的心意 神為你有一個獨特的計劃 因為你有獨特的個性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個性 不同的恩賜 你有不同的機會 你接觸的人 我接觸不到的 是你獨特的朋友 神會指示你的 你尋求神 祂就會指示你了 小親近神 左邊灰色的 小親近神隨意生活 有些人隨意 喜歡看電影就看電影 喜歡睡覺就睡覺 什麼都是隨意的 這樣就會被人和情緒影響 到最後你就後悔了 可能我們中間有些人都會後悔過將來 我聽了很多要侍奉神的 有神給我們很多 不過我回家又忘記了 有些人是這樣 希望大家有行動 右邊又怎樣 從神得力 找神的旨意 向著飆桿直跑 能夠達到神的旨意 我求主幫助大家 你聽聽這個訊息 神已經將萬物給我們 寶羅也是我們的 現今的事 世界的事 將來的事 都是屬於我們的 其實只要你肯聽神話 好像彭孝廉 神會供應他 起到這些學校很多錢 因為有些人 他們看到這個異象非常寶貴 當然他一定有籌錢 但他有這個目的 那些人是支持他 他個人是沒有可能 可以起到這些學校的 這就是神的恩典 當你有心 神都會用你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你自己向神去討告神 你給我的恩賜是甚麼呢 你給我的方向是甚麼呢 我以往是怎樣生活呢 求主叫我的靈命醒過來 復興過來 願意走神的路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讚美你 因為你已經為我們預備一切 這個世界 現今的事 將來的事 都是屬於我們 天國裏面每一個人 他們所有的恩賜財幹 他們的教導 都可以屬於我們 只要我們親近神 尊重神 我們的生命就可以發揮 不是為了我們的享受 是為了我們能夠祝福人 雖然我們可以同時享受神 主耶穌賜給我們信心 恩賜能力 多謝天父 在這個星期的聚會 在星期一 星期五的聚會的時候 我就是使用這個 權力 基督徒集體親近神 神就會做功 我們就使用這個權力 當他們集體親近神的時候 呼叫耶穌的時候 他們就經歷喜樂能力 神啊 你都可以將這個恩賜賜給我們 每一個人 我們每一個都可以大大的發揮 主耶穌 你幫助我們 向我們講說話 叫我們不要浪費生命 因為浪費生命的人 有一天他會後悔 為何我這麼多機會可以幫助人 但我沒有使用我的生命 求主施恩 這一陣子我給大家安靜的時間 大家去思想一下 你有什麼是可以給神使用 有什麼垃圾需要放下 有什麼可以不介意 有什麼可以提升 大家安靜一下 在神面前 你就問神 我給大家一點時間去反思一下 請上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天國的原則是很特別的 和世界是不同的 世界就是人賺到什麼就是他自己的 在天國裡面 我們互相祝福互相幫助 別人所有的都屬於我們都可以祝福我們的 所有不同的教育 他們的教導 所有不同的經歷 我們都可以經歷 都可以被神去改變 求主施恩幫助我們 有信心去捉住耶穌賜給我們的各用禮物 因為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有把萬物和他同白白的刺給我們嗎 神會將萬物都賜給我們 我們可以有豐盛的生命 可以高度的發揮 是永不後悔的 但如果我們浪費生命 我們就會後悔 求主施恩祝福我們 帶領我們 帶領我們 讓我們靠著耶穌站立得穩 首先 剛強壯膽 建立我們在神裡面的信心 建立在神裡面的生命 有恩賜 有才幹 有能力 有權兵 有聖靈的充滿 讓我們有信心向前去 有信心 神一定使用我們 我們不需要說 我讀書不夠人多 我們不需要說我們的智慧不夠人多 因為神的智慧 比世上的智慧更加大 多謝天父 剛才祷告的時候 有沒有人 你有感動的 可以大聲地說 神感動我做甚麼 我有甚麼想做的 你可以大聲地說出來 有沒有人有願意的 你放膽地說出來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主施恩感動我們 讓我們不要走懶不結果子 讓我們結出果子 與蒙召的恩相情 叫我們發揮生命 去到更高層次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激勵我們 燃燒我們的心 讓我們心裡火熱 讓我們心裡興奮開心 因為我們為神做的任何小事 神都喜悅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哈利路亞 神一定使用我們的 哈利路亞 神會提升我們的 哈利路亞 神幫我們去到神更高的層次 被神大大使用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為神之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